大家好,我是你妈妈的喵哥 前不久呢,喵哥给大家这个分析了 我们这次年减改革 具体改了哪些东西 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聊一下 这次年减改革之后 对我们这个用车买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第一点最直接的 就是我们这个年减费用支出减少了 因为在十年的用车周期之内 少了这个两次年减 这样的话,按照现在的价格 你就直接节省了600块钱的这个年减费 这是很实在的,对不对 又可以加上点香油了 第二点影响比较大的呢 就是我们这个换车周期 我们以前很多朋友的换车周期 基本上就是这个五到六年 为什么呢 因为六年之后要上线年减 而且一年减一次太麻烦了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年减的麻烦 我们快接近六年了 都把这个车子提前卖了,换车了 这样的话,我就永远不需要上线年减 但是这一次在十年换车周期之内 你只要上线两次 在一定程度上 让我们原来因为这个年减而去换车的朋友 我就放下这个想法 因为只要减两次嘛,是不是 反正也不是很麻烦 我就干脆把这个车子开到这个第九年 换车周期延长了 所以接下来呢 换车的人会先对有所减少 所以市场上一些这个热门的一些这个二手车呢 价格可能会有略微的这个上升的趋势 第三个呢 就是把九座及以下的这个非营运车子 面包车除外啊 纳入了这个前面六年免减的范围 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这个六座车 七座车迎来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利好 因为二胎政策呢放开好几年了 我身边好几个朋友 基本上啊 家里面都生二胎了 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这个父母过来帮你带孩子啊 一家人想要出去 两个孩子啊 加自己两口子再加上父母的话 一家六口人 这个时候原有的五座车呢 就显得不够用了 六座车七座车就成了一种刚需 但是呢 我们很多朋友之前 在买六座车七座车的时候 都会考虑到这个上线年减这个时间 觉得太麻烦了 想到这个问题又放弃了 所以这一次年减改革 年减范围都扩大 扫清了 我们买六座车七座车的最后一道心理障碍 这样的话在接下来几年 六座车七座车的这个销量 必然会迎来一个上升的趋势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 其实上一次年减改革 距离现在也就几年时间啊 希望下一次年减改革 时间不过太长 下一次年减改革 改成一年一年 毕竟我这个老伙计马上就要15年了 我真的还想让他再多占个十年八年的 当然没有给钱问问大家 如果下一次年减改革的话 大家最喜欢改的是哪一条